3月26号 陈龙现身神探朴松灵芝 兰若仙宗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谈到了曾经合作过的年轻演员 他表示 自己曾经公开夸他们 又会演戏又准时 这个话是假的 而真实情况却是 工作不守时还带太多助理 有时候你在台上问我 你现在跟这个合作好不好 好 他真的很好 又演戏又准时 有时候我真的是摸着良心讲 假的 他没有办法 你对着这么多媒体 你必须要讲他好 但是最好是你们 真的去私底下去 问那种员工 大哥还透露 要想知道一个演员是否敬业 是否人品好 应该在私下去问剧组人员 甚至是最低层的工作人员 而不是在台上当着媒体的面 问年轻演员表现得好不好 忘了新闻 看完大哥这番话 估计又会引起一波舆论热潮了 不倒